由於智能手機普及,採用了全面屏無邊框的設計 所以它必須解決掉該如何佈置前置攝像頭這個問題 現在前置鏡頭大致方案有以下幾種 水滴屏、流海屏、挖孔屏或者是升降攝像頭 以上這幾種是現在最多的 而且挖孔屏更是現在更多廠家使用的主流方案 雖然挖孔屏很好,但它也會隨著時間推移被逐漸淘汰 在下一個趨勢來臨之前 更可能是隱藏在屏幕下方的隱形鏡頭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三星Gagart S21系列身上看到的技術 本質上,通過這種設計使用鏡頭 當鏡頭位於屏幕下方要使用時 這個鏡頭的部分會變得透明起來 不需要時,則可以代替正常屏幕繼續使用,無任何影響 現在有兩家廠商,OPPO和小米目前似乎正在研究這種技術 而且還有傳言稱,三星也對該技術十分感興趣 雖然三星暫時還沒有提到這項技術開始 但有傳言暗示三星將從明年開始使用屏幕下方隱形鏡頭技術 現在還有推特達人爆料 三星計劃首先在Gagart S21身上使用屏幕下方隱形上的技術 並評估了該技術的可行性 當然了,目前關於這方面三星的消息很少很少 但這已不是媒體第一次發出關於屏幕下方隱形鏡頭技術的可能性 此外,還有消息人士認為 三星最早可能會與今年Galaxy Fold2一起使用這項技術 屏幕下方的隱形鏡頭 目前不確定帶有隱形鏡頭的智能手機 是否已經準備後進行批量生產 正在研究這項技術的小米公司有提到 在使用隱形隱形鏡頭在屏幕下方上頭之前 仍然需要解決很多的問題 其中負責Redmi手機品牌的盧賓偉就在微博上有提到 屏幕下方隱形鏡頭現在仍然面臨技術障礙 比如當前一塊屏幕的PPI約為失敗 並且每英寸像素處於此級別時 鏡頭中的透光率會變得非常低 這將會影響我們觀看照片的體驗 顯然小米排除了減少屏幕上一部分PPI的想法 因為這會引起諸如射般之類的現象 因此以目前的技術能力 不可能找到同時兼顧顯示效果 又有屏下鏡頭技術的有效方案 除非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否則不要指望哪家公司能在發布這種智能手機時 它在屏幕隱藏鏡頭能做到在屏幕上看起來是完美無瑕的 這其包括巨頭三星公司 此外還有傳言稱 諾基亞未來也將尋求開發一種將鉗子上投 豈能隱藏在屏幕下方 並且芬蘭品牌的下一款高端智能手機諾基亞9.2 Perfil 可能是第一個使用此技術的產品 關於屏下隱藏鏡頭 現在OPPO已經有產品使用了該技術 並且還有工程機也是 但目前它們還沒有正式銷售 或許它們也覺得技術不夠成熟 在現在看來屏下隱藏鏡頭或許在一到兩年內 能完美被開發出來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